文字养说 李宗盛 《中国汉子》5.1 叫La Grande查的公式 La Grande这个人当然已经很早了 我查了一下它的 1736 1813 就是 184级的 上次我们提到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平面上如果给了N的点 N加一个点 X0 Y0 X1 Y1 XN YN 这样平面上有N加一个点 我们要如果画个图 就是这样 随便给出 N加一个点 这是X0 Y0 X1 YX2 那么现在我要做的事情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 要做的事情 要找一个N次的多项色 找一个P P是所谓PN的 PN 我上次不超过N次的多项色的全体 找个N次多项色 使得什么呢 使得P X I 等于YI 也就是说I从0 到1 到N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多项色 要通过这N个点 N N加一个点了 这多项色通过这N加一个点 那么这样的多项色 第一 存在不存在 第二 如果存在的话 怎么去找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上次我讲气温的时候 你怎么找一条曲线 把这个N个点的气温 其他点上的气温找到 另外一种呢 你也可以这样解释 有两个物理量 对吧 比如说一个X 这个也是确实是用到的事情 一个物理量和一个Y Y 这两个物理量 我要找出这两个物理量 直接的一种函数关系 那么我们做谁验呢 只能做有限个点了 对吧 比如说N次谁验 那么X0多少 对应的这个物理量 等于多少 X等于 取得X1 对应的物理量 Y也等等 我找出N个点了以后 那么到底这两个物理量 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说 我希望这关系 是个多项色的关系 对吧 那么我说 我去找个N次多项色 是的 这个条件满足 那么 我就认为 这两个物理量 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 这也是一种 要做这样一种问题的原因 就是 好 下面我就讲讲这个 这个做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N次多项色 怎么找法呢 那么Lagrange 有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 几百年以前 这个Lagrange 它就有个很好的想法 这个想法呢 也是这样 也是我们做数学 常用的办法 就是总是 先从最简单的情况来看 然后呢 再做到一般的去 你做不出来 你先从简单来开始了 好 我先讲三个点的情况 来说明这个道理 比如说 我就三个点 X0 Y0 我把这个意思 把它说清楚 然后N个点就自然的了 X1 Y1 X2 Y2 是吧 那么三个点呢 就找个二次多项色 是吧 这是N加一个点嘛 找个N字多项色 那么我找一个 三个点我找个二次多项色 找一个P2 里头找个多项色 使得呢 PX0 等于Y0 PX1 等于Y1 PX2 等于Y2 做这件事情 那么 Lagrange的基本想法是这样 他先把这问题 画得简单点 我用这样一个表格来表示 这比较好看 这意思是这样 这是X 这是Y 对应的变量 好 我们的问题呢 是这个问题 对应X0 Y等于Y0 X1的时候 Y等于Y1 X2的时候 Y等于Y2 我的问题是 要做这个事情 那么Lagrange呢 他说你先这样 你先做个简单的问题 XY X0 X1 X2 我先让他 X0去1 X1就是去0 这个去0 然后呢 再做一个问题 X0 X0 X1 X2 XY 然后呢 去0 1 0 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的问题 XY X0 X1 X2 然后去0 0 1 也就是说 他对应的是0 他对应的是 如果这上 比如这个早出的多项色 我叫做L0X 这个早出的多项色 是L1X 这个早出的多项色 是L2X 如果这样三个多项色 找出来了 那我说 我要找的这个PX 就是什么呢 我说PX 就等于 Y0 乘上L0 加上Y1 乘上L1 加上Y2 乘上L2 也就是如果你这样 三个特殊的多项色 找得到的话 那么一般的这个多项色 就这三个 就这三个系数 成了以后 把它加切就行了 是吧 第一 你这个多项色 是不是这个二次多项色 这当然是的 因为这个二次多项色 这是二次多项色 那么它的线性组合 还是二次多项色 第二 是不是满足这个条件了呢 X0 是不等于Y0呢 你带进去看看 PX0 带进去 PX0 LX0的地方 带取得是1了 那么 L1X0的地方呢 取得是0 LX0也取得是0 对吧 所以你PX0这个带进去 这是取得是1 这个取得是0 这个取得0 当然就是Y0了 对不对 好 你在PX1带进去看看 X1带进去 它PL0的地方 取得是0 Touch的是1 Touch的也是0 好 这个是0 0 这个是1 所以当然得于Y1了 同样道理 PX2 就得于Y2了 所以这个多项色就找到了 这个同学 现在才8点 要睡觉到外头去好吧 干脆回去睡觉 别在这上课 因为现在才刚开始上课 我 进来吧 这样啊 我 这个 我讲两句话吧 要睡觉的同学啊 我想可以回去睡 我无所谓的 你说 老师我昨天没睡好 我想睡一觉 请别 可以出去 没关系 因为你这样 现在才刚开始上课 你就打瞌睡了 人家何苦 何苦呢 在这睡觉也很难受 我知道 没关系 你跟我说一说 老师 我想 我昨天没睡醒 我说好 可以 来去治愿 你走 你等等 我不睡了 你再进来听课 没兴趣听 也可以不要听 你自己回去看也可以 只要你都看了 懂都行 没关系的 这听课不听课都随你们别 还有的同学 你比如说觉得我这个都会的 你也可以跟我说 老师我都会 那会你何必在这陪着呢 你跟我说 当然有一个条件 我要问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会 因为我要对你们负责呢 你要真的会 你可以不听 真的会 你说 我问一下你真的会吗 当然可以不要听 何必在这陪着呢 对吧 都可以 这个多 上课是为你们自己 不是为我 你觉得你就没帮助 你何必在这上课呢 对不对 你只要跟我讲清楚就行 好吧 我是很 很民族的 你只要跟我讲一下 我知道了就行 我再讲啊 好 就我的意思 就这个Lagrange的意思 就这样 就比如这样一般的问题啊 就归到 我求这样三个简单的问题 对吧 这个问题倒简单了 X0取右 X1取0 这个三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 这个PX呢 就是这样三个多项的一个线性组合 这Y0就是这个Y0 成了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么现在看 那我现在看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求 L0 L0 X1 X都等于0 对吧 X1等于0 L0 X2 也等于0 那就表示 X1 X2 是这个L0 这个多项色的两个根了 这不是表示两个根吗 这本来是个20多项色 对吧 你两个根都有了 所谓L0X 我马上可以写出一个常数 乘上x减去x1 乘上x减去x2 这就是这个多项的一般的形状 因为它多项怎么只有两个根了 x减x1 x减x2 二次多项是 然后再乘上常数 这里可以有个常数 这个常数等于多少怎么定呢 就根据第一个条件 L0 x0等于1 这还有一个条件 L0x0等于1 那么你把这个条件带进去 所以L0x0等于什么 等于k x0减去x1 乘上x0减去x2 这个等于1 对吧 还有L0x等于1 所以好 马上就k就定出来了 k等于什么呢 k就等于x0减x1 乘上 x0 减x1 乘上x0 减x2 分之1 k就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这样呢 我的L0x是怎么样呢 好 很简单 就等于x 减x1 乘上x 减x2 下面是x0减x1 乘上x0减x2 对吧 这个k这个数目 都把k带进去 而且这个多效率 非常容易记住 什么呢 它这个两点等于0 那么就x减xx0 下面呢 就是把x地方 换成x0就完了 那么你x0带进去 等于1了嘛 消掉了嘛 所以非常好记 那么你根据这个呢 你L1跟L2 可以直接写出来了 你看 L1应该什么 L1 那么L1在哪两点等于0呢 这是L1 这是x0跟x2等于0 所以x0跟x2 是两个根了 所以应该是x减x0 x减x2 这是两个根 然后它在x1这一点等于1 那就是x1减x0 x1减x2 对不对 这就是L1了 同样L2就写出来了 L2就是x减去 这是在这两点等于0的 x0 x减去x1 然后呢 在x2等于1 然后这就是x2 减x0 乘上x2减x1 这就是这样子 两个多相声有了 三个多相声都找到了 那么把它先线组合去 这就是我要找的多相声 这个就是L1公司 X2公司 对吧 所以我们最后 做的多相声呢 就这个三个多相声 先线组合 而这三个多相声 是很容易找到的 对吧 所以这个Lagrange 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说 我们做一般的问题 你经常先把考虑 一个特殊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10000 010 001 最简单 而这个特殊情况呢 你很容易用这个方法 你很容易用这个办法来做 好 这是我讲的最简单特殊情况 那么一般的问题呢 下面大家就自己 就可以做得出来了 我现在我来讲一般的问题 我一般的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我还是用这个表格来集 xy 我们呢 x0要求等于y0 x1要求等于y1 xn等于yn 对吧 要求这样n加一个数字嘛 好 那么你现在要做的问题呢 我现在要求一个p 要满足这个条件 那我现在也是这样 我去做l0 要满足什么条件 x 这个还是x0 x1 xn y呢 是1 0 0 l1 对吧 一样的了 xy x0 x1 xn 然后0 1 0 其他都是0 等等 一直到ln ln 对吧 一样一般的就 你就有了嘛 ln ln 这是x y 对吧 然后x0 x1 xn 0 0 对吧 那么这样n个多下子 你找到多下子 就可以随手写出来了了 根据这个道理 对吧 l0x 你可以马上就可以写出 l0x是什么东西呢 是 它在 这些地方都取0 对吧 所以就是 分子上就是x 减去x1 x减去xn 然后分布上就是x0 减x1 x减去0 减去xn 这就是l0x了 好 一般的lix 我们看啊 应该怎么写 lix 就是i的地方 正好你这0的地方 上面是没有0的 对吧 这个底下的0 所以lx应该这样 x减去x0 一直乘 乘到x减去xi 减1 再乘到x减去xi 加1 中间xi是没有的 因为xi正好是 它的等于1要有 不是等于0啊 然后这个就是x减去xn 那下面呢 因为要等于1了 所以下面就是xi减去x0 一直到xi减去xi减1 xi减去xi加1 xi减去xn 所以这是很好记得了 所以i等于什么呢 i就等于01到n 这就是这个n个多项色 是吧 然后所以我们最后要找的呢 这个是从刚才n等于2 n等于两个多项色 三个 三次多项做出来 所以我们要找的多项色呢 px px 就sigma y i i l i x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多项色 也是这个多项色 就叫做Lagrange 插的多项色 Lagrange插的公式 Lagrange插的公式 就是这个啊 所以这个公式呢 是很简单的 就是 而且非常直观 知道怎么把它写出来 这l i x特点是什么呢 这样 l i x的特点是这样 l i x 它在x减这一点的数字 i等于j的时候 它是等于1 i不等于j的时候 是等于0 对不对 你看 l i x x不等于xi 不等于x 那么这里x不等于x i上面都有 所以一带进去就是0 x等于xi带进去 跟下面正好一样 小掉就等于1 那么这样一个计划呢 就是i等于j 等于1 i不等于j等于0 在数学浪常常碰到 我们有个专门的记号 叫 我们就以后你们看到这个记号 Delta i j 就记这个符号 i等于j等于1 i不等于j等于0 这个记号呢 还有一个名字叫Chronical data 就这个人 这个人最先是用这个 就叫做Chronical data 你一讲Chronical data 就知道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这个l i x 也可以写成 一个专用的记号 就可以写成Delta i借 i等于j的时候1 i不等于j的就是0 好 那么现在 这就是l i x 这个它的意思都在这 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简单的情况 一般的情况 就马上就知道了 那么现在 好 你这个做了以后 那么你证明证明看 这个就是你要找的 多像 插着多像式 这个叫做插着多像式 几个名词我说一下 那么 在这些点上取 这个数字 那么我们这个多像 就叫插着多像式 插值多像式 插值多像式 那么 这些点呢 叫做插值的界点 就是 这些点 x也x 这数上都有 叫做界点 那么 这些点呢 x0 y0 这个 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些点呢 叫做数据点 就是 根据这些数据来定的 叫做数据点 这些名词 说完都有 好 下面我来说一下 那么好 你既然是 你说这个就是插着 你来证明证明看 那么证明的意思呢 也就是你去做 我把这个成交 你去做什么事情呢 你要去证明 px i要等于 yi i等于01到n 对吧 要证明的是这件事情 要证明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好 那你来做做看 那我再算pxj pxj 对yj j等于0到n 对吧 好 我带到这个公司去 我们用这种符号 我们开始习惯一下 你先不带用这个符号 好 带进去 这个就等于 sigma i从0到n 对吧 然后是yi 然后是li x的地方 用xj带进去 对吧 lixj 我刚才说 就等于delta i 就等于delta i 所以这个就等于 sigma i从0到n yi delta i 好 这个注意 这个节是固定的 对吧 我不是说px px3等于多少 这是节是固定的 i在游动 i从0到n 但i从0到n 变的时候呢 只有i去一个数字 它不是0 i去什么数字呢 去j 不是0 其他同时是0 而取了j以后 它是1 所以这个和求 这是什么呢 就是y 对吧 所以i等于j 就是它就不是 i不是节 通通是0 i等于j的时候 y就是节了 y也就是 i等于j 它是1 所以这样一种 表达的方式 很简单 一下子一步就到位了 pxj 就正好 对吧 写起来很方便 这样一种表达形式 写起来很方便 所以呢 我们确实证明了 这个多项式 就是我们要找的 Lagrange 插着多项式 对吧 所以刚才我这个问题呢 就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呢 就通过这个办法 px用这个表达 写出来 lx什么东西呢 lx就是这个表达式 有了这一组数以后 x0xn 有了这一组 这点以后 那么我就可以写出lx 对吧 这就是Lagrange 插着公式 这一节讲的 主要就是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有很多 副产品 我们来看看 我再来说说 这个公式产生的一些 什么结果 第一我们先说 这样的插着多项式 是不是唯一的 就是说 你是不是 你现在找到一个 这个Lagrange 公式 那你是不是 还有比方可以 找到另外一个呢 那我说 不可能的 这个插着 这个多项式 是唯一确定的 我先来证明这件事情 唯一确定的 为什么是唯一确定的呢 这个很容易知道 好 假如 另外还有一个多项式 Q 所以 PN 另外还有N次多项式 对吧 它同样满足 QXI 等于YI I等于01 到N 如果也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 现在我把 刚才已经找到多项式 这样的多项式 满足这个条件了 对吧 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 现在 如果还有多项式 好 我把这两个多项式的差 减去QX 它们的差 我叫做HX吧 那么HX当然也是PN了 两个N次多项式的差 当然是不超过N次多项式了 它可能 手向减掉了 就被N减掉了 但是绝不会多出来 不会高上去 所以它一定属于PN的 对吧 而且呢 HXI 就等于PXI 减去QXI 那么它也等于YI 它也等于YI PXI等于YI 这就等于0了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I从01到N 这就表示 X0到XN 这N加一个数 多是H的 这个N次多项式的 根 对吧 那就这样就证明了 这个N次多项式 它找到了N加一个根 那这个多项是什么 只能等于0了 这个我们中学里都学过了 一个N次多项 最多是N个根 你说一个N加一个根 那这个多项只能是0了 所以 HX只能是0 那就说P 所以H只能是0了 因为N加一个根嘛 所以P一定等于Q 所以P一定等于Q 所以这样呢 就证明这个差践多项式 一定是唯一的 所以你有一个办法找到了 就找到了就行了 你有别的办法 也不用去找 到时候跟它表达方式 可以不一样了 表达方式不一样 好 从这里头呢 从这个唯一性呢 我马上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结论 我们说 上面我们讲过 什么叫Pn当中的一个基底 我们前面讲过的吧 Pn Pn就是这个 N次多项 不超过N次多项的全体了 对吧 Pn 那么我们现在说 我写个定理吧 书上没这样写 我写个定理 说得清楚一点 写个定理 X0 Xn是任意 N个 两两不相等 没有两个相等的意思 两两不等的 色素 那是N加一个 那是N加一个 N加一个 是N加一个 两两不同的色素 N加一个 两两不相等的色素 那么 有了这个 X0 Xn呢 我就有这样一组 多项 那么 L0 X L1 X LNX 这N 都是N次多项 这N加一个 都是N次多项 表达是在这 这个表达是 有了X0 有了X0 Xn 就可以产生L0 一般的Li 对吧 这个N的多项 是呢 组成了 这N加一个多项 组成 Pn的 一组基地 又是一组基地了 就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如果刚刚 两种基地了吧 那这个呢 又组成了一组基地 那么你要证明这件事情 就去证明什么呢 证明任何给一个 我证明 证明任何给一个 多项色 我都可以用这些东西 先进表示了 都可以用它先进表示 我说 我要去证明 P X 任何找一个 PX 我都可以写成 AILIX I从0到N I从0到N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怎么表示呢 这个就很简单 我这样来做 怎么表示 好 我说我有了P以后 我当然可以造一个 这样的多项色了 P XI 乘到LIX Sigma I从0到N 加起来 这个多项色我叫做Q吧 就是有了P以后 不是P在这些点上 有数字吗 以这个数字为系数 把它线性组合起来 得到一个多项色 叫做QX吧 这个QX有什么特点 这个QX 它的QXI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PXI了 这样一个多项色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就是PXI 等于YI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做的嘛 按照这个要求造成这个多项色 PXI就等于YI 就等于这个数字点嘛 对不对 就等于这个东西嘛 所以你现在这样构造的 那当然QXI就等于PXI了 这是I等于0到N 好 既然这两个多项色 N多项色 这N加一个点上相同 所以QX就是PX了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PX 那也就是说PX呢 可以表示成功 PX就可以表示 既然QX就等于PX 那就是PXI LIX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项色 都可以用它这个多项色 在这个N加一个电源上的 线性组合做系数 构成了这样一个线性表达成功 这个比前面那些基地多简单 对不对 这个证明意思懂吗 就任何一个N多项色 都可以这样表示 对不对 这个LRIX就是刚才做的 那个N加一个 这是Lagrange多项色 就这些多项色 为什么 因为我先这个拿来以后 我把它造成多项色 叫做QX了 这个QX在N的点上都等于它 好那QX当然就是PX了 因为N加一个点上一样 这个QX就是PX了 所以这个PX就是QX 就是这个东西 那就证明任何多项色 都可以用它来写定表示 对吧 所以这样呢 这个定理很简单 所以这样我们又得到 这个PN的一组基地了 好 这是一件事情 这个已经证明好了 然后从这件事情呢 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 有趣的事情 是这样一个事情 任何一个多项色 都可以这样表示 那么我如果去PX 就是X的某一个方式 XK 对吧 那当然是一个 这个当然是K小于 K小于等于N 那么这个P当然是属于P 这个当然是属于PN的了 K叫P不要超过N 超过N就不在里头了 对吧 这个当然是属于PN的了 既然这个属于PN 那么这个表达色就成了 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表示 XK就可以写成 XI的K次方 XI就这些点了 对吧 然后乘成了RIX I从0到N 就得到这样的很等 这很等待可以 直接证明 可是不容易的 因为RIX 这个表达色在这儿了 对吧 你把这些带进去 把它XIK组合成 这个属于XK 特别 在取个最特别的情况 让K等于0 K等于0这个场 1了 对吧 那就K等于0 那就1 就等于SIGMA LIX I从0到N 就这N的多效率加起来 不管你X的XN是什么数 这样N的多效率加起来 N加一段加起来 正好等于1 那这件事你要直接证明 是很难的 很不显然 但是现在通过我们这些论证 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 这个事情 RIX这个加起来正好等于1 那么这个是通过这个表达色 左部左部退过来 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 这是哪个让你插着多效率 那么以后我们看到RIX 这个RIX就够很简单了 对吧 由N加一个点 我就可以造成这样N加一个多效率 这N加一个多效率 构绕很简单 对吧 L0就是X接X接N 下面是X的地方 换成X0 那么一般的RI就是这样表达色 这构织很简单 这些多效率的性质呢 就是我刚才写在这 这些性质 好 X的多效率还有一个用处呢 就是这样一个用处 我讲一下X的多效率的另外一个用处 X的多效率另外一个用处呢 是这样的 这个都很容易记住 还有一个用处是这样 就我们有时候是这样来用的 比如你给了一个 在一个区间M上 我给了一个FX 这个海函数啊 很复杂的一个函数 这是很复杂的函数 我希望用一个多效率来近视它 那么前面我们做的Telecom 都是这样做 Telecom当时一点附近 在一点 如果说比安诺语想 就是一点附近 Telecom在可以一个区间上 但这个时候我要求这个函数 性质很好 要求多少次导数 这个地方不谈导数的事情 好 我说我要去找个多项色 对吧 找个多项色PX 在某N加一个点上 我要它们相同 我要求找一个N次多项色 我要找一个N次多项色 使得怎么样呢 使得在某N加一个点上XI 就等于FXI 我要求它这样 那么I去得多一点 这个近视度就比较好了 对不对 从某Ni就等 叫I等于01到N 那么这样的多项色呢 其实就很好找了 这个多项色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PX 就等于Sigma FXI LIX 这是数了 不是函数了 这是多项色 X在这 I从0 这个多项色就符合这个要求 对吧 就哪个人去查这个多项色 就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我给了一个很复杂的函数 我希望用多项色去近视它 什么意义之下的近视呢 是在某N加一个点上 我使得它两个函数相等 那么如果你这个点区的多一点呢 这个近视度更好一些了 对吧 更好一些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多项色就跟这个多项色 在这个一只项色就 那么这个多项色一下子就可以写出来 就用那个哪个人去查这个公式 一下子就可以写出来 就这些函数代替就可以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猜想 就是猜想什么样呢 如果这个点 比如说这个点很烈 比如说我说零一区间 零一区间 那么我现在取N分之一 N等分了 N分之二 然后N分之N减一 对吧 那么我这样取了N加一个点以后呢 我可以找到个多项色 对吧 我N等会我取到个多项色N了 跟它靠近 对吧 就N固定了 固定 然后我让N很大很大 N很大很大 就是分得很细很细了 这个区间扫 分得很细很细 分得很细的 就是这个多项色在很多很多点上 跟它很靠近了 那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让N去无穷 这个多项色是不是解线就是它了呢 那么这个是研究 这方面插测理论的人 专门研究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N去无穷 它的解线就是它 那么这个多项色就是很好考虑 那么结果一般不是的 那么书上呢 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说不是呢 就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那么书上呢 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大家也是可以自己看 在200A这五面 200A这五面啊 第三行开始 这观的想象是在AB上加密插测点 接点的时候 插测函数序列会收敛到被插的函数 那么这是一种误解 Rong 就这个人啊 后来考虑到这样一个函数 他这个函数很简单了 他在这个自无到无区间呢 他用这个办法来做 结果不是这样 那么他这个 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当然不去证明了 这是专 这是专家们研究的事情 我们这里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了 所以我也不去多说它了 知道就知道 这观的想象是这样 对吧 你这个点去的很 因为你这个多箱是在N 很多点上跟它一样了嘛 让N去无穷 那是很烈很烈很细 很靠近很靠近了 那是不是就是它了 那不是这样 就它举出这种例子来 就是不是这样 但是呢 它 但是这个插针呢 我们第一讲了 这个这样的插针呢 就是 好处就是方便 但是有很大的缺陷 缺陷什么呢 这个多箱是 多箱是震荡起来很厉害的 而且多箱是我们知道N越大 比如说X100次方 那么你这个X这个数字是有误差的了 你原始数据啊 你正好是2 那么2到100次方是没有误差的 你做实验 你觉得原来这一点多少 你取了一个近视值 那么X再乘个100次方 这个近视积累误差就不得了了 所以最后这个多箱是用这个近视计算 它稳定性很差 这种 所以这种在有些时候是有用的 一般的情况呢 不用这样的插针 用别的办法来做 这就是这个插针多箱的缺点 就是它的误差很大 积累误差很大 好 这一节呢 我们讲的插针多箱是呢 主要就讲的这样公式啊 主要就讲东西 就是以后你就知道 给了N数据以后 怎么去找多箱 N加一个点以后 怎么去找N多箱是 跟它给的数字一样 那么就是这个插针多箱 根据呢 就是刚才做法呢 这个多箱是怎么构造 然后呢 这样构造之后 我就知道这个多箱 也构成了一个基底 这些事情我们也知道 好 这就是我们5.1要知道的内容 下面呢 我们再来讲 这一章我们就讲这些东西 下面呢 我们再来讲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还要在PN的时候 找另外一个基底 这就是5.2的内容 5.2 我们讲 5.2 叫多箱是的 本斯坦表示 本斯坦表示 本斯坦呢 这个 这个 稍微近代一点的人 这个人呢 是前苏联的数学家 这个数学做得很好的 他这个 是一直到 他是 1886 到1968 这是比较近的数学家 这是 这是 比较近的数学家 1880 1880 不是86 1880 我八到八岁了 这是前苏联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 他做了很多 下面5.3节 我们就专门 5.3节就专门念他的多箱 叫本斯坦多箱是 专门讲他的多箱是 那么这个 讲这一章的目的呢 就是为后面第八章做准备 就是第八章讲这个 这我讲到那再来讲吧 讲到那再来讲 好 什么叫多箱是的本斯坦表示 我们这样来说啊 现在呢 我们还要在PN里头啊 引进另外一株基 怎么样做基呢 我们定义这样一个多箱是R 我们定义BNIX 用这个N写上的I写下面 定义成什么呢 定义成 这个NI是一个组合数 然后呢 XI乘上1-X的N-I I呢 从01到N 从0等 这是一个多箱式了 这是一个N次多箱式了 对不对 这是XI次方 这是X的N减 这是XI次 这是1-X的N减I 那么也就是X的N减I次了 I次再乘I 那么就是总在说是N次多箱式了 对吧 I等0 那么你比如看看特殊的 BN0是什么呢 I等0 I等N0当时1了 I等0这是1 就是1-X的N次嘛 I0嘛 这就BN0 对吧 好 BN1呢 你看看 BN1X N1那就是N 对吧 然后就X 这就是1-X的 N-1 等等 一直到BNN呢 BNN呢 好 这NN是1了 这是XN 这个是0了 这是XN 等等这样一组多箱式 那么这组多箱式呢 在研究什么情况下 它有用呢 在研究一个函数啊 在0-1区间里的性质的时候 它特别有用 就是特定的 在0-1区间里面 它特别有用 比如说我们很明显地看出 它两个基本性质啊 这是N加一个多箱式了 一会儿我们就证明 它也是PN的一个基地 就任何一个多箱式 都可以用它来现金表示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我们看 在0-1当中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有两条基本性质吧 第一条性质 X在0-1区间当中的时候 X在0-1区间当中的时候 那么 这个都是非负的 一定是大于0的 对吧 X小于1 大于0吧 在0-1区间里头 这个一定是对的 这个一定是对的 第二呢 所有这些多箱 跟刚才 Lagrange多箱式一样 有一条性质 DNIX 这些多箱式的和 正好等于1加起来 这些多箱式的和 加起来等于1 当然刚才那个 Lagrange多箱式 你要把它加加等于1 是很难做的了 这个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了 你看 这为什么等于2 这个一个 I从0到N 这个你把它带进去嘛 NIXI 1-XN加 这正好是什么东西 二项式定理 对吧 这正好是 X加上另外一个数字 1-XN X加1-XN 所以这个很好吃的 这个很好吃的 这个很好吃的 所以这个呢 跟Lagrange多箱 这个呢 这个当然不需要在 零一当中 这个要在零一当中 好 下面我们要证明一个 定理呢 就是它是 PN端的一个基底 也就是说 它 任何一个N数量 都可以用它来 唯一的线形表示出来 在这之前呢 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多箱式 如果用它来表示的话 那么这个多箱式 算导数怎么算 因为我下面证明的是 我证明稍微跟数上 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简单一点 所以我现在算 数上的 数上在后头 后面一点 我现在算这个 假如一个PX PX 可以写称 AIDNIX I从零到N 一个多箱式 能够用它来写明表示了 那么算这个多箱式 导数 有一种简单的算法 算这个多箱式导数 比较简单 假如是这样 我们来算PX PX 就是 这个N的东西的线形组合 构成N次多箱式 这个N多箱式导数 它有个简单的公式 我来算一下 你看看 好 这个我先把它写出来 这就是 I从零到N 这是AI BNI 这是NI NI 然后是XI 1-X N-I 它就导数 对吧 这就是BNI 你现在脑子里记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很简单 好记 好 它算量导数 这个当然就是它算量导数 所以这个就对I 从零到N 然后AI NI 对吧 然后算它导数 它导数到两个都相乘了 就对I XI-1 再乘了 1-X N-I 再加上 对吧 它不动 XI不动 它就导数 它就导数 就是N-I 再乘了 1-X N-I-1 然后这X就导数 这个负的 这就变成负 变成负的X 负的X 这变成负X 这就算导数了 那么你这个稍微整理一下 你可以这样写 你看 我把它写成两项 I从0到N 这个是AI 那么你看 这里有I了 I到I等于0 这项就不出现了 对不对 I等于0 不就是0 一个音质0 这项就沉掉 这项就不出现了 所以呢 我把这两个核 分开的时候 第一个核 I从1就可以了 I从1开始 那这是AI 然后这个NI呢 就变成N I阶层 N-I阶层 这是CNI组合数了 把这个I一乘 这个I要成进来 这就变成I-1阶层了吧 对吧 所以这个就变成I-1阶层 I-1阶层 因为这个I给它成了 然后就是XI-1 1-X N-I 这是第一项 对吧 NI写了 这个I成了 就跟这样 好 第二项 减去 这是减去 减去 第二项 第二项 你看I从0到N 第二项 这里有一个N-I这个因子 N-I当I等于N的时候 这一项又不出现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加到N-1就够了 就I减到N这项就不出现了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还是AI 这个因子要成进来了 然后NI就是N阶层 I阶层 N-I阶层 N-I跟这个N-I消掉了 消掉一个了 所以变成N-I 减1的阶层 对吧 成进了 然后呢 这已经成掉了 然后就变成XIA 1-X A-I N-I J1 就变成这样两项了 好 我们休息后再讲 休息后 接下来再讲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